第280集 姚光听见天赋异禀的修真者时,险些就要冲出去 苏苏联盟拉住他 姚光,别冲动 姚光红着眼眶 汉拔说的,一定是公也纪武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对于妖魔界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的机会 洗髓印和玄回阵能源源不断地把仙病成魔 可是对于仙界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 苏苏想起自己先前看到被种入魔丹 却失败吸收的修真者 他们绝望而残忍地死去 而即便活下来的,也成为了妖魔们一把戾气 自此忘却修真的所有人成为魔修 直到耗尽价值而亡 难忧如此可开口 不知道四英大人说的可是 衡阳宗瞿玄子门下弟子 功也纪武 毕竟这么多年 也只有这么一位年轻的仙君 称得上修为一日千里的天才 四英笑而不语 拍了拍掌心 原本空无一人的王座之上 猛地出现浩然魔气波动 藏青色衣裳的男子 凭空出现在王座之上 四英俯身 在他耳边吹了口气 笑道 无知主上 所有人都到了 任你差遣 青衣男子衣裳上绣着栩栩如生的滔铁纹路 在四英蛊惑般的语调中 他缓缓睁开眼 往昔干净的眉眼 此刻染上浓重的魔气 他痛苦地皱了皱眉 捂住自己胸口 主上还记得吴是谁吗 男子抬眸 冰冷的眸中 毫无感情 看着四英的眸 他说 四英 看见男子的一刹那 摇光捂住唇 气不成声 苏苏脸色也变得苍白 他不忍地闭了闭眼 来之前 已经想过最糟糕的结局 可是真当大师兄 被汗拔和精灭变成魔凶 他难过得无以复加 宫也既无那样 光风即月 清朗无霜的人啊 他是苏苏一百年记忆中 最温柔的回忆 会在刀光剑影的世界 带着他去衡阳宗仙山 看才出生的小兔子 他教他遇见 用清晨醉甘甜的露水 为他做糕点 为什么会这样 他死死握住 警戒的宠与空侯 空侯风锐的琴弦 把他指尖割出鲜血来 有一瞬 苏苏和瑶光 差不多的想法 他想杀了他们 他们怎么可以 把公野师兄 变成这个样子 师兄恐怕宁愿死 也不愿活成妖魔们 一把指向仙剑 和苍生的刀 用凡人的鲜血 和仙有的金丹 来提升他的修为 不知何时 眼泪从眼眶中滚落出来 身边一只温热的手 抚上他的脸 擦去泪珠 苏苏抬眸 看见了澹台劲冰冷的神色 他略微粗糙的手指 轻轻摸缩着他的下眼紧 比起怜惜 他眼里有更冷的东西 他冷冷打亮他 自五百年后 苏苏从未见过 他如此可怕的脸色 仿如风雨欲来 又是知道真相之后的嘲弩 原来 你是为了他 他突然弯起唇 像是明白一件好笑的事 不可抑制的哑声笑起来 他不顾场合 暗哑失笑 吓坏了一旁的藏海 师弟 看见与萧林长得 一模一样的公也即无 如果说 苏苏和瑶光觉得哀痛 澹台尽心里 只剩一片冰冷和疯狂的嫉妒 五百年前 他就爱慕着那位无双的萧林殿下 萧林死了 他要自己来偿命 万军之中 白衣少女拉开弓 毫不犹豫朝他射来 而今 他的笑容和眼泪 依旧是留给那个人的 五百年前 他是为了萧林 才去到那个心思卑劣的 凡人质子身边 五百年后 他为了公也祭武 费尽心思 寻一枚去魔狱的令牌 他原来不过是 别人爱情里的一段笑话 第二百八十一集 从很小开始 他懵懂没有情思时 就艳羡着萧林 他学习那个人温和的谈吐举止 伪装的无害又善良 他虽然想夺走萧林的一切 但他从来没有嫉妒过萧林 直到此刻 谈抬尽为他示泪的手滑下去 捏住眼前少女的下巴 心中的恶意和嫉妒疯长 看着他伤心的神情 他一面愉悦地想大笑 一面又脆弱地想落泪 你不是喜欢公野济吾吗 他成了魔凶 你是不是可以不喜欢他了 然而片刻后 他眸光变得委屈又难过 别喜欢他 你看看我吧 看看我好不好 苏苏张了张嘴 旁人不明白 但他却是明白的 他本想解释 想了想又沉默下来 他冷冷地想 凭什么和他解释呢 别说修了无情道 他以后根本不会爱上任何人 即便爱 又与谭抬尽有什么关系 等不到他回答 他原本可怜如小猫般的眼神 渐渐冷了下来 没意思 他分不清心里是绝望的淡漠 还是紧缩的疼痛 藏骸拉住谭抬尽 师弟 噓噓 别说话 藏骸是真的慌 向来乖巧可人的小师弟 在遇见离仙子以后 仿佛变了个人 谭抬尽变得敏感神经质 同时喜怒无常 藏骸早就注意到 某个清晨 短短时间内 师弟偷偷看了离仙子十六次 可是当离仙子抬眸 他又冷冷转开目光 可不管有什么爱恨 咱都回去再说行不行 这是在魔狱啊 怎么一看见那个公野祭物 三个人脸色都变了 藏骸心里苦得要命 还没法说 谭抬尽从藏骸手中抽出衣袖 笑道 可是汉拔早就发现了呢 什么 藏骸刚要回头 娇笑声响起 几位想必也看够了热闹 不如出来叙叙 四鹰手一抬 几人身不由己 朝他的方向飞过去 妖魔们纷纷退开 这下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他们几人身上 精灭看见他们 脸色变得黑沉沉的 是你们几个 显然魔羞都记仇 被苏苏和谭抬尽打伤 是他作为合体 其魔羞的一大耻辱 四鹰看见精灭神情 眼纯幸灾乐祸道 哼 原来是他们打伤的你啊 精灭 你可真是没用 四鹰目光落在苏苏脸上 闪过一丝奇异之色 你长得可真像无一位故人 不过都是那么久远的故人了 他只是淡淡提了一句 此女艳若桃里 这出色的样貌 在六界都罕见 可惜 今日注定折在这里 目光扫过澹台近时 四鹰也觉得可惜 多么纯净的修真少年啊 做了洗碎印的养分 这双略微桀骜协力的眼睛 就不再有生气了 四鹰笑着抬起手 脸上的笑容突然冷漠下去 手指收紧 苏苏感觉一双无形的手 扼住自己脖子 让她无法呼吸 藏海在空中蹬腿直翻白眼 早 早知道不来这鬼地方 师尊没找到 找到了这种级别的汗拔 今天就算交代在这里了 等到差不多 四鹰决定挖出他们金单时 重与琴出现在苏苏手中 苏苏吃力的一波琴音 琴波打过去 撞上四鹰 四鹰纤细的手指冒出阵阵黑烟 她只好放开他们 抬手遮脸挡住琴波 看见苏苏手中重与琴时 除了被伤到的愤怒 还多了几分欣慰 有趣 竟然有这等厉害的仙气 能伤无真身 假以时日 让这小丫头成长 或许和自己有一战之力 可是 他们注定等不到了 既然还没成长 现在扼杀就是最好的 第二百八十二集 四鹰动了杀心 指甲疯长 带着无尽寒芒 琴牙也露了出来 想直接杀了苏苏 弹抬尽手指一动 体内的图神弩蠢蠢欲动 就在这时 四鹰的手背一柄 锋锐的剑隔住 四鹰惊讶地笑道 楚上 只见先前像个木头人似的 宫野纪吾 不知何时 挡在了苏苏 他们所有人面前 他清冷毫无感情的眼睛 看着四鹰 说 让他们走 四鹰眸光微动 笑而不语 宫野纪吾面上摩气森然 却一板一眼重复道 放他们走 苏苏惊愕地看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宫野纪吾 师兄竟然还有自己的意识 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四鹰洗掉 他心中生出些许希望 澹台金冷冷扫眼笑脸 他眼中的冷漠 连藏海都感觉到了 师弟很不高兴 四鹰感叹道 哼 不愧是五选中的主上 摩丹入体 竟还记得故人吗 这可如何是好 他缓缓移开自己的手 指甲也收了回去 好吧 既然主上都这样说了 你们几个 赶紧滚出抹鱼 撤离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但是谁都没动 宫野纪吾回头 低眸看着苏苏 冷冷吐字说 还不走 苏苏说 师兄 你和我们一起走 姚光也说 宫野师兄 和我们回仙界吧 掌门会想办法的 宫野既无脖子上磨纹 若隐若现 正在向脸上蔓延 苏苏从他眼里 看出深深的挣扎之色 磨胆让他控制不住 想杀战的心 他心中却还存着压抑到了极致的关怀 他空洞的眼睛看着苏苏 出现浓烈的情绪波动 痛苦地捂住了头 四鹰笑盈盈地看着 也不阻止 仿佛再看一出好戏 师兄 苏苏想去服宫野纪吾 谁知道宫野纪吾 毛中皱冷 猛然出手 朝苏苏打去 苏苏愣愣看着他 面对如羞如负的人 他发现 自己连用宠语琴还手都做不到 澹台劲猛然把他拉开 对上宫野纪吾的掌心 宫野纪吾体内的魔丹 有汗拔的一半力量 还有魔气洗髓印相通 澹台劲生生接了这一仗 嘴角鲜血蜿蜒流出来 他回头嘲讽苏苏道 你是活够了吗 可是看着他愣然难过 澹台劲其他恶毒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爱与恨交织 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垂下谋 怕自己再看下去 忍不住祭出图神弩杀了 宫野纪吾 宫野纪吾一激以后 眼中魔气翻涌 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眼中自焰和杀伐之气交织 他亮腔着后退了一步 雨调重归冷漠 你们是想今日死在我魔狱吗 遥光看见他如今 控制不住杀戮的模样 早就难受得不行 他想上前去 被沧海一把拉住 沧海心到 这衡阳宗首席大弟子 已经六亲不认了 再过去 恐怕四鹰还没动手 他们就被宫野纪吾给杀了 趁着成了魔修的公野纪吾 还有理智 会帮他们拦住四鹰 赶紧跑才是对的 苏苏冷静下来 直到今日带不走师兄 也说道 走 他们跑出魔狱 四鹰一直弯唇 望着他们的背影 没有追 精灭脸上布满阴霾 四鹰 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 四鹰声音魅惑 他看着一旁宛如一柄 风锐宝剑的公野纪吾 当然 不了 只不过主上的心还未彻底在魔界 尚无好生难过 不如就让故人成为军剑下 第一抹王魂吧 他引领着公野纪吾 来到七转玄回阵旁 神器俱毁 魔器却还有留存的 上古魔神三样魔器 洗水印 斩天剑 徒神奴 徒神奴不知所踪 斩天剑被封印在玄回阵中 寻常人无法驱使魔器 哪怕是四鹰也如此 现在这个被转变成魔的小道士 总可以唤醒魔器了吧 哪怕做不了魔器的主人 也可以成为魔剑的剑士 公野纪吾原本一片清明的双眸 在稀碎印下渐渐浑起来 四鹰蛊惑道 主上 唤醒魔剑 你将得到无上力量 公野纪吾谋中野心磅礴 他踏入七转玄回阵中 抬手一道魔器打了进去 第二百八十三集 整个魔狱开始摇晃 魔器四处流窜 玄回阵下 一阵血红色的光照耀出来 斩天剑要问世了 四鹰半眯着眼 阳唇笑了 可惜啊可惜 怎么就没有天生邪谷的人存在呢 若他在 也不用费如此多心力 唤醒一柄魔剑 天生邪谷本身就是能令他们和魔器 臣服的主人 不然那人才是最好的人选 是他们真正的妖魔界君主 苏苏几人一路跑出魔狱 沧海心悸的往后看 没有追来吧 他要吓死了 本以为小命保不住 谁知峰回路转 他们竟能完好离开魔狱 才这样想 身边的谭台剑晃了晃 单膝跪了下去 他用魂元剑支撑着身体 勉强没有倒下 沧海连忙说 师弟 你没事吧 他伸手要去扶 谭台剑抬手 扶开他的手 借助着魂元剑 咬牙响想站起来 走开 别管我 李苏苏还在一旁 他总不能因为接的功 也既无一掌 就弱成这样 沧海拗不过师弟 只好不碰他 谭台剑好不容易站了起来 脸色一白 险些再次倒下 一双柔软的手臂扶住他 他嘴角的血迹流出来 谭台剑不用抬眸 也知道是谁 少女身上浅淡的昙花香 近在鼻端 自五百年后再紧 他再没有主动靠近他 这是第一回 如一滩死水的心 像被春风拂过 重新活了过来 他压住上窍的唇角 冷声道 不是说了吗 不用你管 苏苏无言看着他 谭台剑身上血腥味很浓 功也既无那一掌 本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生生瘦了 现在大师兄修为 不比汉把低 谭台剑的生命力向来顽强 他此时连站都站不稳 内脏恐怕都被震碎了 他不要藏海搀扶 一双漆黑的铜却冷冷盯着他 似怨似怒 他再次倒下时 苏苏这才心情复杂地扶住了他 谁知道他说不用自己管 苏苏盯着他的眼睛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真的不管了 他刚要松开手 弹台剑修长的手指 死死抓紧他纱裙的袖子 他才微微扬起的眼尾 一瞬变得怒不可遏 不讨喜地垂下去 一副阴郁的模样 大有他真敢松手 就掐死他的意思 如果不是场景不对 时间也不对 苏苏还身处在五百年前 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 一定会忍不住唇角上扬 此刻他垂下眸 在心里叹息一声 扶起叹太近 这回他似乎知道 他会狠心放手 他一声不吭 沉默地随着他的铺子走 只不过依旧沉着脸 脸色昂冰冰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遥光还没从公野纪舞 成为魔修的事情缓过来 神情低落 眼睛红红的 藏海看一眼苏苏 又看看谭台近 自己这是被师弟嫌弃了吗 他们才从魔修踏入人间 就看见身后天空中 乌云弥散 是魔修的方向 虫与空喉感应到了什么 躁动起来 谭台近看着天空那一团 浓重的黑气 黑气后面 隐隐又不祥魔气在流转 身体里突身弩 似乎呼应着什么 又开始在他耳边蛊惑 你都看见了 他心里到底是谁 不管是五百年前 还是五百年后 心里都没有你的一席之地呢 他现在可怜你 等你伤好了 他又会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甚至不再与你见面 你心里不是早就做出决定了吗 否则怎会从张员白手中 结果带着幻眼珠力量的流力 你能驱使图神弩 就能驱使斩天剑 无上的力量啊 谭台近满眼鹦鹉 没等他说完 狠狠压制了他 闭嘴 他自然也感应到了 另一间魔气的将士 藏海眼皮子一直跳 好重的魔气 如今怎么办 来这一遭 不仅没有找到师尊 也带不回宫野纪武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知道汉拔觉醒 可以让仙剑做好防范 苏苏凝望着 展天剑出世的异象 渐渐皱起眉 不对劲 快走 第二百八十四集 他才说完这句话 魔狱里突然飞出一个人影 他手中一柄黑色长剑 长剑上有血纹在涌动 如果是之前的公野纪武 还有几分清雅之气 现在完全已经入了魔 魔纹不再若隐若现 反而凝成实际的纹路 出现在他颈侧 他往昔温润含笑的眼眸 变成冰冷无情的魔童 遥光失声道 纪武 来人悬在空中 冰冷地看着他们 他头上浴冠 承受不住力量 化作积粉 发丝散落下来 公野纪武举起了手中的展天剑 四鹰红衣一粒 从魔狱中走出来 迷醉地看着眼前一切 苏苏的心沉了沉 他就说 四鹰不可能就这样放过他们 原来汉拔是打算让公野纪武 亲自杀了他们 让他在魔羞的路上 再不能回头 展天剑抬起 空中乌云翻滚 宛如劫雷 摇光脸色灰白 痴痴看着空中那人 他不该使魔 他倘若杀了无辜的人 有一日醒来 会多么难过 他咬牙 手上截出印法 化作一道流光 朝公野纪武飞过去 苏苏立刻 洞悉了摇光的想法 他竟然想以身 祭祀魔剑 幻公野纪武 片刻清醒 摇光不要 眼看摇光 要撞上展天剑 无数金色丝线 如同流雨 束缚住那道流光 弹台进一收 坟念圈 把摇光 生生拉了回来 他眸如寒星 冷冷赤道 蠢物 清醒片刻又能如何 不是该杀人 继续杀人 弹台进看眼身边的苏苏 如果有一天 他变成公野纪武 那副人不人 鬼不鬼的模样 他是否 也会如今日这般 眼里除了难过 没有丝毫厌恶 不 他不会 弹台进闭了闭眼 公野纪武的展天剑 眼落下那一瞬 巨大的威压 几乎让所有人动弹不得 就在重与争鸣 打算无论如何 也要护苏苏 他们离开的时候 一把玄色弓弩 迎上展天剑 刹那间 时间仿佛被定格 似乎都被撕裂了 一道口子 四鹰看着手握 图神弩的少年 怎么会有修真者 能用图神弩 看着弹台进身上 一瞬张狂慢出的魔气 四鹰的表情 变得难以置信 难道 他是 带着血色的展天剑 披在通体玄黑的 图神弩上 刹那间 魔气如翻滚的海水般 朝着众人袭来 大地如同一面 被劈碎的镜子 生出无数裂痕 周围草木 尽数化作尘埃 转瞬消散 天空惊雷阵阵 连四鹰都不得不 后退一步 惊骇看去 展天剑 竟然对上了图神弩 重与联盟发出 争鸣琴音 护主苏苏等人 苏苏放下手臂 朝空中看去 方才通身 带着可不摩弃的 公野纪武 竟然在展天剑 劈向图神弩那一刻 生生被打出树杖 一口鲜血 喷涌出来 公野纪武 从空中掉落 白衣少年 冷冷朝他 举起图神弩 你也配用斩天剑 公野既无抬头 澹台劲通身魔器 不知何时 图神弩附着在 他右臂上 被碾碎般的苍穹 成了他的布景 白衣少年 本气质干净如洗 此刻却协力无比 图神弩本没有剑 澹台劲 举起那一瞬三只悬色箭矢 带着可不煞气 脱离图神弩 悬剑飞旋 在空中变成上百道箭矢 如同鬼魅爪牙 带着森森杀意 朝着空野纪武 怎么会 空野纪武冰冷的魔童 明明灭灭 他成了魔修 本能 只剩下好战与杀戮 不 他不可能会输 他体内有汗拔和精灭一半的力量 展天剑如今为他驱使 他怎么会输给这个人 空野纪武手腕一转 展天剑的剑气张狂 溶解掉图神弩的剑势 他身如鬼魅 燃起战意 八方妖魔 听武号令 第二百八十五集 展天剑下 无数赤魅的影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 空中白衣少年偏了偏头 澹台近黑童隐隐带着血光 他张开手 涂神弩悬在空中 他狂妄地笑起来 八方妖魔 嗯 澹台近白色的逍遥踪衣裳 在魔气下烈烈飞舞 看着无数从黑暗中生出的影子 他兴奋地点了点唇 空桶点仓 万般俱灭 图神弩疯狂震产 悬色见识仿佛流光 蓄势待发 流光落下 如星辰坠落 刺入赤魅的影子 澹台近手掌张开 图神弩在他身前飞旋 那些影子竟然化作一道道魔气 透过图神弩朝他掌心勇去 四鹰眼里闪过一丝惊惧和狂热 竟然可以吸纳斩天剑的力量 冲语在苏苏耳边说 不好不好 澹台近要夺斩天剑了 斩天剑本来认了公也纪无为主 可号召天下妖魔 可是如今 斩天剑的力量被澹台近变作反向魔使 全部被图神弩吸收了过去 那些魔气进入他的身体 全部化作他的力量 要不了多久 沉浮强者的斩天剑 就会脱离公也纪无的控制 供弹台近驱使 万年前的那场神魔大战 宠语虽然没参与 却有所耳闻 苏苏 我们得阻止他 他要是夺了斩天剑 变成两剑魔气的主人 届时会控制不住杀戮 变成失去本心的魔修 苏苏自然也知道后果 魔气绝对不能落在弹台近手中 谁也没有他清楚 他本就是他们的主人 空中二人站坐一处 藏青色与白色交织 魔气影响之下 谁都想杀了对方 弹台近直接以弩为武器 张狂对上公也纪无的斩天剑 公也纪无门哼一声 被他压得半跪在地 地面魔气四散 似有鬼哭之音 弹台近重新握住屠神弩 屠神弩吸足了魔气 弩身竟然隐隐有画出凶兽 逃物的神形 他瞳孔渐渐变成红色 有个声音在他脑海里盘旋 杀了他 对杀了他 屠神弩凝出一只锋锐的剑士 隐隐带着节节的笑声 对种功也纪无 遥光失声大喊 不要 就在弹台近要动手的那一瞬 一把流光一彩冰蓝色的琴 撞上剑士 弹台近闽唇 冷冷看向来人 苏苏张开手臂 你不能这样做 让开 他红铜森然 否则 我连你也杀了 重雨落在苏苏手中 他分毫不退 竟要与他一战的打算 屠神弩在弹台近手中叫嚣 气氛紧绷 一触即发 蒸蒸琴音荡开周围磨气 一片黑气中 苏苏看见眼前少年明明被伤到 却强撑冷然的眼 弹台近死死盯着他 握住屠神弩的手 微不可查地收紧 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如此待我 我在保护你啊 屠神弩感应到他的情绪 煞气翻腾 我要杀了你们 弹台近眼眸血红 盯着苏苏 不知道下一刻会流出血还是累 杀了你们 屠神弩上 掏雾之行咆哮 见识射出来 苏苏咬牙 依旧不肯退开 天生斜骨 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吗 他手指放在虫语琴上 白色灵气汇聚在他指尖 他往下一拨琴 虫语彭陀的灵气 朝着弹台进攻去 磨石与流语般的灵气 在空中交织 那一瞬时间过得很慢 慢到仿佛光阴凝滞 第二百八十六集 苏苏已经做好被反噬的准备 谁知灵气化作白羽 刺入弹台近的胸口 那只射向他的魔石 却在离他肩膀只有微离的地方 被人握住 他抬眸 看见近在咫尺 一双脆弱的红铜 他视线缓缓下移 看见弹台近苍白的手 握住他射出的魔石 我输了 他似哭似笑 悬色魔石在他手中 被捏碎成飞灰 消散在空中 苏苏看见他的神情 心脏像是被一只手猛然握住 他放在虫羽前上的手指 微微发颤 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躲开 四鹰看见这一幕 眸光流转 地上的工业技物 神情冷然 突然举起了 落在地上的斩天剑 苏苏小心 摇光大喊 虫羽脱离苏苏的手心 对上身后的斩天剑 然而 没有主人驱使的神器 怎么比得上 有强大修为驱使的魔器 虫羽盯的一声被弹开 冰蓝色的光变得暗淡 引回苏苏身上 斩天剑 请客要刺入苏苏身体 摇光闭上眼 不敢再看 天穹一片昏暗 强烈的光闪过 她再放下袖子时 眼前空空荡荡 只余下一片 均烈的土地 澹台近不在 苏苏也不在 空中血腥气弥散 摇光喃喃道 不见了 天上红月隐去 对于妖魔来说 四月夜也结束了 四鹰追了几步 想到什么 看向空中一团祥和的白色仙气 脸上露出微妙的神情 她浮起重伤的功也即无 走 天边的白气化作流光 落在摇光身侧 看清来人 摇光险些流泪 掌门 师尊 瞿 瞿玄子身后 跟着衡阳宗的长老们 她忧虑地看着如珠网的地面 紧紧皱起眉头 狭隘的空间里 澹台近的白衣 被雪浸透 徒神怒悠悠对着她怀中 一同昏过去的少女 趁她还未醒来 尝试杀了苏苏这个变数 然而当她靠近她 一股力量把她弹开 少年紧紧抱住怀里女子 她们一百交缠 徒神怒被苏苏身上 无情神道弹开 奸笑之声伪顿不少 澹台近伤得很重 展天剑的威力 被她扛了一大部分 换一个人 早就灰飞烟灭 徒神怒没有主人控制 缓缓飞旋 魔气不断朝着澹台近涌去 修复她的伤口 她身上的魔气 也愈发浓重 徒神怒先前还没有这么强大 直到吸了八方妖魔之气 可是吸去归吸去 却没有完全转化 这会儿在逼色的空间内 她释放出这些妖魔 凭魔气的本能 追逐杀戮他们 徒神怒本就是贪婪魔气 不知道在鼻子的空间里待了多久 弹台近缓缓睁开眼睛 四周妖魔逃窜 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她怀里温热 弹台近迟钝的低谋 她冷漠的瞳孔里 映出少女搅好的面容 妖魔的求饶和哭泣声吵杂 响在耳边 她最后的记忆是她带着苏苏 逃到了这个狭隘的空间里 她没有夺斩天剑 她打赢了公也既无 战利品 是怀里这个人 弹台近低下头 用自己冰冷的脸 蹭了蹭怀里少女温热的脸 她呼吸拘匀 乖巧地睡在她怀中 很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了 她四肢紧紧缠着她 如一株病态神经质的吐丝 漆黑的铜悠悠看着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弹台近知得回不去了 从她祭出徒神弩的那一刻 她再也解释不清楚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阴暗的魔器会跟着她 自此先见还能容她吗 第二百八十七集 她眼中红色慢慢消退 难得有这样茫然的时候 她像只地沟里的老鼠 躲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 唯一的光被她紧紧抱在怀中 苏苏也承受了一部分 战天剑的力量 没有醒过来 觉察到她快醒来 弹台近手指点在她眉心 她再次沉沉睡过去 她默然地抱紧她 别想走 我只剩下你了 耳边不断有声音朝她求饶 还有些妖魔没有被徒神弩吞噬干净 魔尊放过我 魔尊求你 弹台近充耳不闻 她不是他们的魔尊 认错人了 怀里一颗珠子滚出来 照亮这一片阴暗的地方 弹台近皱起眉 才想毁了她 一个残破的声音断断续续说 换眼珠 弹台近 你放了我 我可以帮你造梦 弹台近眼珠子动了动 看向惊恐躲在角落的妖魔 不认识 是我 我是眼魔 眼魔躲避着徒神弩 惶恐说 五百年前 被你取走那单的眼魔 眼魔语调急气 放过我 给我灰炎珠 我为你造一个美梦 让你们在一起 她没有一丝光彩 眼睛冰冷 求你 求你 弹台近把脸埋在苏苏颈窝 她嗓音暗哑 掐住少女纤细的脖子 不可能的 她已经走投无路 她凭什么把她欺负成这样 眼魔见她毫不动容 眼看自己要被徒神弩吞噬 眼魔都要绝望了 一颗悠悠的珠子飞到她面前 眼魔一喜 多谢魔 看见少年木然的眼睛 眼魔改口道 我这就为你们造梦 她的那单被弹台近挖走 这五百年都只敢灰溜溜夹着尾巴做魔 造梦的能力都没有了 但如今有幻炎珠的力量 她可以引他们的神识 进入幻炎珠中 与他们一场美梦 保住小命 进入我的梦境 你和她都是梦中人 你在梦中会借用另一个身份 再次遇见她 她如何发展 我无法控制 只能说 大概会是个美梦 说后面这句的时候 眼魔有些心虚 弹台近从鼻子里发出一个音 嗯 她只想看看 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 她到底会不会 有一点喜欢她 成全她 或者让她就此死心 两人闭上眼 琉璃珠子亮起 杏花花瓣 纷纷如雨下 呈现在琉璃珠中 眼魔看一眼弹台近 她进入过弹台近过去的噩梦 知道她是怎样的身份 自然明白 糟糟糕的出生 让她从小就比所有人过得辛苦 但愿改变了身份以后 这次是个好梦 眼魔搜寻弹台近的记忆 发现她的过往尽是惨淡 她唏嘘不已 转而看向苏苏 那就由你的过往出发 来织一个梦吧 苏苏 醒醒 有人在叫她 苏苏睁开眼 杏花落在她肩头 已经扑就了厚厚一层 她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杏花林中 一个轻衣仙子 关切地看着她 是遥光 她猛然从杏花林中坐起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不是该 该如何来着 第二百八十八集 该去五百年前 踢出魔神的血骨 她低声喃喃道 遥光点点她额头 又气又好笑 你呀 都说过了 少看些凡间画本 魔神大战已经过去数万年 那些编出来的传说 谁知道是真是假 还去五百年前呢 你先进去蓬莱仙岛再说吧 被遥光一打岔 脑海里那些乱糟糟的话 模糊起来 苏苏从地上站起来 拍落身上花瓣 康康想什么呢 遥光拉着她 往蓬莱仙岛走 群鹤飞在空中 一片祥和之气 苏苏按住太阳旋 没什么 她是怎么了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 遥光美好气地问 当心拜不到师 掌门罚你 经遥光一说 苏苏终于想起来了 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 她手指拂过仙鹤灵毛 未有几分脑 她是来蓬莱仙岛 向岛主荣葵仙尊 学习青红剑法的 要说整个仙界 蓬莱的青红剑最为有名 一剑可开山 一剑可破海 瞿玄子疼女儿 却发现 衡阳中的剑法 不适合苏苏 于是让苏苏来蓬莱学艺 鸿鸟仙车载着苏苏 好不容易从衡阳到了蓬莱 苏苏还没来得及 进蓬莱仙门 就看见一个白衣男子抬手 要杀了另一个匍匐在地的男子 地上那人尾时可怜 通身的血 还穿着蓬莱弟子服 而站着的白衣男子 却面无波澜 动手要抽取她灵根 苏苏见地上那人仙气纯净 而面无表情下狠手的人 身上却萦绕着淡淡魔气 她心道 胆子好大的魔羞 竟然赶在蓬莱仙岛门口 枪害蓬莱弟子 苏苏眸光微动 露出一个坏笑 她打了个响指 白衣男子抽取灵根的时候 地上的人突然变成一只 啾啾叫的小鸟 白衣男子顿住 不悦地看一眼地上的小鸟 冷冷抬眸朝苏苏的仙车 看过来 看暗器 苏苏扔出几枚红色淋雨 白衣男子听见她的话 伏剑把淋雨斩落 苏苏等的就是这一刻 淋雨被斩碎 化作痒痒粉 尽数落在男子身上 苏苏心想 清理师叔的上等灵药 你忍得住 男子一将脸色凝质 咬牙看向苏苏仙车 横阳踪的人 少女从仙车探出一个头 笑盈盈冲她做了个鬼脸 她眉间朱砂灼灼 卵鸟在旁边 助威似的叫了一声 男子视线扫过她 突然冷冷笑起来 李苏苏道号御灵 今来彭来 望向仙尊荣魁学艺 你怎么知道 苏苏狐疑的看向她 话音刚露 几个彭来弟子迎出来 恭敬激动的道 九明师叔 您回来了 九明 听见这个颇为熟悉名字 苏苏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年少时性子活泼 横阳的人又宠她 来之前 瞿玄子看着娇俏可爱的女儿 语重心肠嘱咐过 荣魁有一亲传弟子 名仓九民 生来见故 视为当事奇才 荣魁把她当作下一任 蓬来岛主培养 听说她性子颇为古怪 苏苏去了可要乖巧些 好好与她相处 苏苏郑重点头 肃然道 爹爹放心 横阳人人都喜欢她 没道理被一个蓬来弟子 讨厌吧 谁知她来第一日 就得罪了苍九民 苍九民手一抬 地上灵鸟 重新化作面色惨白的男子 她一言不发 动手戳死了她 这下是真的火大 连灵根都不抽了 直接弄死 第二百八十九集 直到被拒之门外 苍九民带着弟子回蓬来岛 把苏苏和鸾鸟困在结界之外 她方知道完蛋了 虽然不知苍九民为何要抽那弟子灵根 但是蓬来岛主的亲传弟子 万万不可能是什么魔凶 个中一定有误会 你听我解释 苍九民 对不起 我帮你解痒痒粉好不好 她拍着结界 那人看也不看她一眼 已经走远了 苏苏艳艳的 连一旁气昂昂的卵鸟 也跟着垂头丧气 一人一车 尴尬地在旁边杏花林待了两日 直到先前来蓬来送灵丹的姚光 觉察不对 亲自来领她进去 姚光听说时默 好笑道 哼 这也不怪你 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误解 但是你得罪了苍九民 苍九民性子牙姿必报 你可要吃些苦涛 姚光低声在她耳边解释道 蓬来先到皆知 苍九民是东义主的儿子 东义主在凡间历劫之时 遇见一人舍身相护 那人因为东义主牺牲 只留下一个孤苦女孩 东义主把她带回仙境 为她洗水乏卖 视若珍宝 整个蓬来都知道 东义主打算日后 让苍九民与她结为道理 可是那个凡女 却被蓬来弟子 卫寻骗了身子 卫寻 就是前两日 苍九民要杀那个弟子 姚光点头 可不是吗 苏苏脸上多了几分尴尬 当时的情况 带着魔气的人 要杀蓬来弟子 谁都容易误会 没想到 人家只是出口恶气 姚光同情地看着师妹 岛主蓉奎沉迷练气 最近在练一柄仙境 如今岛上做主的 便是苍九民 她奉事命赶回来 暂且教导你入门心法 你得罪了她 日子恐怕难过了 苏苏不是敢做不敢认的人 她眨眨眼 当机理断 我去道歉 即便误会无奈发生 也总比真让她眼睁睁 看着一个魔修杀 仙门弟子好得多 姚光叹了口气 唉 只能如此 不过她性子孤僻 你看连那个烦女都害怕她 你可要做好准备 苏苏点头抱拳爽朗笑道 哼 谢谢姚光 姚光瞠她一眼 看师妹欲见 飞向她指点的仙殿 唉 听说苍九民不好相处 师妹这次来蓬莱 不求苍九民喜欢她 但求别过分为难她就好 苏苏悄悄走入仙殿 她被苍九民关在蓬莱岛外 已有两日 旁敲侧击弄清楚了她身上 为何会有魔气 苍九民去了凡间除魔 如今她待在殿上 是要敌进身上魔气 免得产生心魔 可是羊羊粉作用有七日 她现在绝对不好受 苍九民看见她 估计就想掐死她 她不能这样走进去 她隐藏气息 在仙殿内环视一圈 发现了一只懒羊羊 打瞌睡的小猫 凑近一看 才发现不是什么猫 而是幼虎 她双手合十 我得想办法 帮你主人结羊羊粉 拜托拜托 小老虎睁开湿漉漉的眼 看她扮上 她懒羊羊 闭上一只眼 进去吧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苏苏扑斥一笑 彼时她才学画形没多久 好在有天赋 她化作小老虎的魔药 学着她 叼着解药 踏着趾高气扬的步伐 走入店内 她放下口中解药瓶子 用乳牙叼住 踏上打坐的人衣襟 苍九鸣睁开眼 苏苏先前所料不错 她的确在清除体内魔障 因着苏苏那一下暗算 她如今雪上加霜 看见小老虎的一瞬 她原本想冷冷吐自滚 谁知看向她眉心 她神色变得微妙 只见她一撮小虎毛上 坠着一颗艳丽的朱砂 她眯眼 意味不明地看着她 第二百九十集 苏苏示意她看自己放下的东西 苍九民抬手 苏苏本以为她要拿瓶子 结果她冷冷捏住了她后颈 她四个粉嫩的小胡爪 在空中跑了跑 搞什么搞什么 男子没看地上的解药 语调带着森然笑意 丹炉还差一味药引 本想养你几日 谁知你自己过来了 她另一只手一挥 殿内炼丹炉盖子飞出 她拎着苏苏就要往真火里放 灼灼火焰 几乎要烧穿老虎的小屁股 她吊在她手指上 可怜巴巴哀求地看着她 苍九民看见她惊恐神色 她堵着的一口恶气 总算舒缓不少 笑完以后 她恶意浓浓 真就松开了手 反正仙体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她松手还顺势盖上了丹炉盖子 苍九民走回榻旁 盘腿继续打坐 一刻钟过去 两刻钟过去 许久过去 她终于忍不住睁开眼 皱眉看向丹炉 连声音都没有 不会真死了 好歹是衡扬掌门之女 她管束她教训她 讨厌她都没事 可她出了事 蓬莱脱不了干系 犹豫许久 她双植一台 炼丹炉盖子飞起 丹炉滑向她 她本想把里面的人拎出来 可是放眼看去 里面只有一块 烧成碳状的老虎 这下哪怕心思莫测 阴沉如苍九民 也生出了一丝焦躁 从火中捞出小碳条 脸色僵硬 醒过来 她毫无反应 气势完全消了 惊恐完全盖过了愤怒的心思 想起蓬莱姓林那个眉眼清零的少女 苍九民死死抿住唇 她抬手 点在探条眉心 打算渡仙气过去试试 下一刻 脆声声的声音响在她耳边 你原谅我了吗 她猛然转头 那少女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侧 也歪头 笑咽如花看着她 猝不及防 她便撞入她同人中的 盈盈秋水 少女后退两步 双手交叠 诚恳放在恶心 请身败下去 苏苏向仙君请罪 此事有误会 仙君消了气就原谅我吧 苍九民错开眼睛 恍然明白 是这古灵精怪的卑劣少女 玩得一出把戏 她以为是自己看穿了她 没想到 朱砂是她故意露的马脚 她本意便是让自己认出她 报复个爽 苍九民手指嘎吱一握 捏碎了掌心探条 黑苏苏 你可真是好样的 苏苏见她面色不语 连忙说道 我真的进了丹炉 只不过后来怕你忘了 又不敢打扰你 这才提前出来的 她灵根是火属性 丹炉中热了些 对她倒没有别的伤害 少女趴在她修炼的踏上 神色诚恳 仙君冷着脸说 滚下去 苏苏从善如流 下一刻出现在仙君极齿之外 苏苏眼巴巴地瞧她 您是蓬莱大弟子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吧 苍九民冷冷一笑 几道惊雷劈在她身前 她被惊雷一路逐出门外 先殿的门啪的一声 在她眼前和尚 苏苏有几分丧气 她原本想扒了这门再接再厉 谁知才碰上门把手 一股细碎的痛感传来 苏苏联盟放手 仙门上闪烁着如发丝般细碎的雷电 里面声音冷冷传来 滚远些 苏苏抬脚一踹眼前这扇门 不等仙君发火 遇见跑远了 里面的仙君听见 碰的一声眉眼一粒 掌中惊雷打出去 自然打了个空 少女如狡猾的小狐狸 已经跑远了 本来苍九民以为 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进苏苏 谁知第二日推开门 如雨般纷纷落下的杏花 无风自动 在她身边汇聚 空中凝出几个字来 九民师兄心胸宽广 六届第一好看 看见心胸宽广几个字 她几乎以为那人是在讽刺她 第二百九十一集 六届第一好看出现时 她顿了顿 抬手一挥 杏花散落一地 苍九民冷冷点平道 刘徐拍马 谄媚奉承 李苏苏许是知晓她脾气冷酷 也不来她面前招惹她 只敢通过这样的方式讨她谅解 苍九民打算无视她 离师尊练气结束 至多不过半年 李苏苏一个衡阳才成年的仙子 能在蓬莱起什么风浪 左右逝去逝流 等师尊出来会做决定 她静心修炼 蓬莱从来祥和 闲少发生什么事端 除非有要事 才会来请示她 然而才回到店中 有人跑进来 九民师说 大事不好了 李仙子和采双小师妹 一同掉入幽冰潭了 什么 她皱起眉头 幽冰潭 是整个蓬莱最冷的地方 用来惩罚犯错的弟子 一旦掉下去 情况好些 有损修为 情况糟糕又性命之忧 虚余间 苍九民的身影如风 朝幽冰潭赶去 苏苏也没想到 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 她本来想表现一下 自己道歉的诚意 就问蓬莱弟子 哪里可以赴京请罪 弟子脸蛋红红地看着她 往幽冰潭方向一指 苏苏蹲下 看着潭水 瞬间放弃了想法 讨饶三招 凤城 痴蝉 卖惨 只是为了让苍九民心软 顺利学到青红剑法 没必要真的陷入危险之中 那只会给别人添麻烦 苏苏刚要离开 一个女子却猛然朝着幽冰潭 跳进去 苏苏猝不及防被她带入潭中 一股阴冷之气 从足心朝着身体蔓延 有刹那 她动弹不得 潭中冷气犹如钢风 撕扯着身体 苏苏反应过来 连忙朝着岸边游去 为了防止犯错弟子逃离 在潭水中每走一步都分外吃力 她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一个漩涡之中 十分难受 面容苍白的女子原本铁了心想死 谁知跳入幽冰潭 触到可怖的潭水 她突然感到了害怕 周围没什么可以抓住的 她死死拽紧苏苏 四肢缠上来 大有苏苏不救她 两人就一起死的意思 苏苏彻底生了气 飞来横祸就算了 这人自己想轻生 临到反悔 还想害人 她恶从胆边生 拍拍女子手臂 传音道 苏苏 我想办法带你去岸边 女子面露惊恐 迟疑着 犹豫半上 还是怕死在了潭中 不再禁锢着苏苏 苏苏咬牙 带着她往岸边游去 她通身火灵之力 像个温暖的小太阳 能克制冰寒的潭水片刻 外面有人慌张在喊 不好了不好了 李仙子和彩霜小师妹 调入游冰坛了 奋力往前游时 苏苏心想 这女子叫彩霜是吧 很好 好不容易她的手触到岸边 苏苏爬上岸 彩霜也很高兴激动 说 就 苏苏抬起脚 一脚踹在她肩膀上 把她重新踢回了潭水 走你 苍九民踩进来 就看见这一幕 彩霜被少女的粉白靴子 一脚踹进寒潭 她身后的弟子们瞠目结舌 好伴上才说 你 你竟然残害 彩霜小师妹 粉衣仙子全身湿打打的 狼狈不堪 她拍了拍手 红色的火灵仙力 围着她旋转 转眼身上的衣裳 重新变得干爽 苏苏回眸 就看见神色微沉的苍九民 阴擒不定地看着自己 还有她身后弟子 目露惊骇 苏苏心想 她不仅踹了 她还想揍才双呢 幽冰潭的冷气 与自己修炼的法觉不符 现在苏苏身上 到处都不舒服 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苍九民非略落入幽冰潭中 分水而开 把彩霜抱了出来 第二百九十二集 随着她上岸 躁动的潭水安静下来 苍九民把彩霜放下 彩霜已经昏迷 不省人事 她修长的纸俯过 渡了仙气过去 彩霜睁开眼 看见苍九民那一瞬 她委屈地嚎啕大哭 去捉苍九民的袖子 九民哥哥 彩霜 差点见不到你了 一听这称呼 苏苏就明白了 这彩霜是谁 原来 是那个被骗了身子的 可怜凡女 东义主的养女 也只有她能称呼 苍九民为兄长 彩霜哭得可怜 苏苏皱皱起眉 越看越不爽 哭得这么惨 感觉像是自己 先害她似的 果然 一旁的蓬莱弟子 面上愤然道 酒民师说 一定不能这样算了 苏苏当即说 你们怎么不问问她 是谁害了我落入寒潭 还想拉我陪葬的 彩霜眸子闪了闪 苍白的小脸 却懦得往苍九民身边躲 仿佛苏苏极其可怕 她这副模样 还有苍九民的沉默 让苏苏火大 哼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 我 我干脆把这罪名坐实了 她突然笑了笑 推开苍九民 按住彩霜 往幽冰潭里怼 等我坐实了罪名 我再请罪 在此之前 你先暂且死一死吧 彩霜见她来真的 免见自己要重新 滚入幽冰潭中 她尖声道 救救我 一只手隔住苏苏 拉回来彩霜 苏苏回头 就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说 来蓬莱学艺 容不得你放肆 明日开始 发黎苏苏去喜剑池 喜构千柄零剑 苍九民 你没长眼睛 还喜你喜 谁心恨你青红剑爵 不学了 我这就走 苏苏一道宠火 朝着苍九民打过去 火焰在靠近她的一瞬 化作虚无 苍九民面无表情 抬手悬雷凝坐 手臂粗的链条 困住苏苏 由不得你选择 彭来弟子 浮起惊魂未定的彩霜 彩霜唾气不止 瑟瑟发抖 苍九民手一手 带着苏苏去喜剑池了 路上苏苏在心里 已经把不讲道理 同体眼下的彭来弟子 骂了个遍 苍九民在假象中 早已被他大写八块 一道喜剑池 与幽冰潭截然不同的灼热 沿袭过来 苏苏抬眸 看见一片火海之中 横七竖八插着各种灵箭 有些已经秀气斑斑 有的却明亮耀眼 发出灵箭的清明之音 苍九民关闭了喜剑池 松开他 在他身边盘腿坐下 男子嗓音冰冷 用岩浆洗剑 擦去剑上污浊之气 什么时候喜足铅饼 什么时候放你出洗剑池 苍九民走到洗剑池边 捞起一柄灵箭 他修长的手指引岩浆为水 扶过灵箭 一下又一下 细细擦拭灵箭 污浊之气散去 灵箭重新变得干净 他手一挥 灵箭归于喜剑池中 苏苏先前还有敬重他 与他握手言和的意思 此刻半点也不剩 他黑白分明的眼睛 盯了他许久 见他不为所动 他突然眨眨眼 乖巧说 好啊 我写 我这就写 苍九民黑童看他一眼 不语 苏苏蹲到喜剑池边 他唇弯起 手一抬 数十柄灵箭凭空而起 带着滚烫岩浆 少女双手掐绝 所有灵箭张牙舞爪 刺向苍九民 苏苏笑着回头 师兄当心 一不小心 没有控制好他们 苍九民黑了脸色 躲开灵箭 转瞬来到苏苏身后 你做什么 放开我 第二百九十三集 苏苏挣扎 男子却不容置会地将他带到喜剑池边 握住他的手 拿起一柄蒙了锈的剑 带他洗起剑来 苏苏动不了 灼热岩浆转过灵气 微微带着刺痛 让他不舒服 眼见绣剑越来越明亮 他心里又气又委屈 扔开灵箭 灵箭落入喜剑池中 溅起岩浆 生生朝他脸上落来 身后男子一言不发 用手背挡住岩浆 扑嘶一声 苍九民受了这星星点点的痛 依旧不许他离开 见他神色委屈 苍九民顿了顿 皱起眉 盯着翻滚的岩浆 略微僵硬地开口 我幼时师尊便让我洗千柄灵箭 与剑心意相通 方能驱使青红箭绝 苏苏愣了愣 恍然明白 他竟在教自己青红箭绝 他侧过头看他 那又怎么了 是彩霜先害我 你们蓬来 却为他而罚我 苍九民淡淡说 我知道不是你 你 嗯 你说什么 苏苏惊讶地看着他 他没听错吧 苍九民说 东义主疼惜他 纵然我相信 彭来弟子相信 东义主却不会相信 今日罚了你 此事一笔勾销 东义主没缘由再追究 提起自己父亲 他冷冰冰地用东义主三个字 苏苏说 我爹若是知道我这么没骨气 宁愿与彭来先进开战 也不愿我为这种事情让步 苍九民神色冷肃凉薄 滴滴说 争议时高下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明明兵不血刃的办法有无数种 让他吃尽苦头 有苦说不出 安静些 你且等着看 苏苏难以想象 这么歹毒的话 会从他口中说出 他背脊一阵发凉 回过神 才发现苍九民的手 依旧裹住自己手掌 不知是怕他逃跑 还是怕他冷不拎 再飞数十柄剑去砍他 他骨节分明 引导洗剑池的烈阳之气 流转他周身 苏苏轻声说 哎 洗剑池烈阳之气 缓缓去散他体内 幽冰潭的寒气 那股痛苦不见了 取而代之 是轻盈的感觉 原来 幽冰潭的寒气 洗剑池的烈阳之气 可以解 那现在苍九民 封了洗剑池 外面被寒气 入体的彩霜 岂不是要生生 被折磨着 疼痛至极 他眨巴着眼 侧脸去看身边的男子 苍九民被他看了一会儿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摆过他小脸 不许他再看自己 依旧是那副 刻薄的声音 看什么 好好洗剑 不知过了多久 苏苏渐渐领略到 洗剑的好处 衡扬剑法大开大合 讲究永字 蓬莱的青红剑 却讲究领略剑意 他掌中 薄如缠意的剑轻铲 些微奇妙的感觉传来 这是剑意吗 据说青红剑爵 修炼到了顶峰 主人可与剑心意相通 假意时日 说不定还能养出剑灵 他向来好学 悟了些精妙之处 便不再排斥洗剑 无需苍九民指引 自行认真起来 他在池边洗剑 苍九民就盘坐在树下看着他 苏苏本以为自己会在洗剑池中观很久 没想到 不过越雨 他就被苍九民从洗剑池中放了出去 一放出去才知道 彩霜淹着幽冰潭的寒气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前几日被冬艺主带走了 相比之下 苏苏活蹦乱跳 半点事情都没有 彭来的弟子遇见苏苏 还会客气地同他行礼 苏苏这才知道 那日自己把彩霜重新踹回幽冰潭的事 竟然没传出去 偶然见到那日义愤填膺地目睹的弟子 他神色闪烁 看见苏苏抱了抱拳 拳当没有发声 第二百九十四集 嗯 彭来弟子都如此友善了吗 没几日在杏林 一个男弟子红着脸 邀请苏苏去参观彭来弟子切磋 苏苏心想 若败师成功 自己少不了得在蓬莱待上许久 与同门打好关系是必要的 他欣然接受他的邀请 那弟子谦和有礼 还有几分害羞 一路上与苏苏说说笑笑 谁知还没出姓林 转角就碰见了冷着脸的苍九民 男弟子瞬间变得拘谨 连忙恭敬道 见过九民事说 苍九民的视线在苏苏身上扫过 落在男弟子身上 泽端 别的弟子都在为了考核练剑 你便是这般对待考核的吗 泽端见他语调沉冷 知道九民师叔动了怒 彭来十年一次的考核 每个弟子都要参加 再由胜者对战上一任的剑主 若是考核丢了脸 不止让师尊脸上无光 还会因懈怠受到惩处 泽端连忙解释道 九民师叔熔炳 弟子最近一直在练剑 蓬莱岛内 谁都怕这位殷勤不定的九民师叔 泽端也不例外 苏苏见状 连忙点点头 为泽端说话 他说的没错 他没有懈怠 泽端本是见荣奎先尊还没出关 怕自己在蓬莱待着无聊 好心邀请 如今他脸色都白了 看上去 为时可怜 他一开口 苍九民的脸色更沉了几分 黑俊俊的眼珠子 从泽端身上落在苏苏身上 冷冷道 我教训蓬莱弟子 何时轮得到你插嘴 苏苏忍不住说 我说不定以后 也是蓬莱弟子 苍九民讽刺一笑 黎仙子志不在先见 我蓬莱也容不得你这般愚钝的人 千炳剑洗完 还领略不到剑意 反倒搅得我蓬莱弟子不思进去 黎仙子不如回衡养 苏苏不解偏头看他 他倒没有很生气 苍九民本就是这么个易怒 阴阳怪气的人 先前在喜剑池 他明明没有这样寒针带刺 苏苏说自己只触到建议 没有领略的时候 他还说没事 苏苏以为两人关系已经缓和 谁知今日猝不及防碰到他 苍九民又变成之前冷淡的感觉 甚至眼神都带着刺的态度 两人对视着 泽端见自己的事连累到黎仙子 早就坠坠不安 连忙说 是泽端的错 弟子这就回去为考核准备 说吧 他对苍九民行了礼 也不能再回头看苏苏 匆匆离开 苏苏追上苍九民 你在生什么气啊 他看着满林杏树 眸光淡漠 物资往前走 理也不理他 苏苏背着手 跟在他身后 学着他的模样 冷然批判道 哼 彭来弟子可真造孽 有这么个凶巴巴的大师兄 建议苍师兄和我师兄学学 什么叫君子端方 万人爱戴 苍九民停下脚步 吃笑着看他一眼 我为何生气 他上前一步 苏苏对上他酝酿着风暴的黑眸 下意识后退一步 他莫名有几分紧张 苍九民顿了顿 神色冷淡 泽端是我蓬来近百年最优秀的弟子 离仙子自己不修炼 别去祸害他 我没祸害他 他仰头说 你别冤枉我 他看一眼他艳若桃里的脸 一言不发转身走了 那一日之后 他再也没有见过苍九民 苏苏心想 令人讨厌的混蛋 不是开始教他青红剑绝了吗 怎么才开始 就理也不理他了 如果不是因为苍九民先前在喜剑池 说出兵不血刃 对付彩霜那一番话 苏苏还以为 他因为异媚彩霜 在刻意冷落他 这几日蓬莱仙岛上青果熟了 苏苏店里每日清晨 都会多出几个新鲜的青果 他只当是蓬莱小仙子为他准备的 没有过分在意 第二百九十五集 今日蓬莱考核决出胜者 他叼着青果 欢欢喜喜 溜过去看比赛 修真借木墙 自古以来都不例外 听说泽端一路通过考核 今日是考核最后一日了 苏苏今日打算过去看看 他一出现 泽端就从人群中看见了他 蓬莱的弟子 均是一席飘逸的青衣 墨发上竖着浴冠 女弟子则是一枚雕花雨簪 苏苏不是蓬莱的人 他一席匪衣 如人间三月 开在枝头的桃花 腰间银铃娇俏 与蓬莱整体的画风都不同 泽端脸色微红 远远冲他汗手 苏苏本不是来看他的 见泽端这般礼貌 他也挥了挥手 做了个加油的姿势 一道冷嗖嗖的视线 落在他身上 苏苏抬眸 就看见主位上的苍九民 比试没多久就开始了 如苍九民所说 泽端果真是数百年来 蓬莱最优秀的新弟子 他打败不少前辈 一席先见流光异彩 最后胜出者竟也是泽端 身边兴奋的蓬莱弟子道 那泽端师兄 岂不是要与九民师叔打 胜者可挑战上一任的建筑 苍九民已当了百年建筑 此次蓬莱弟子 最期待的也是这一幕 不苟言笑 性子古怪的诗书 对上则端 想必很有看头 先前荣奎先尊甚至说 谁要是赢了他徒儿苍九民 他哪怕不再收徒 也将青红剑爵 倾囊相授 都知道 荣奎是为了锻炼自己 最出色的弟子 即便如此 百年来 依旧人人都想赢苍九民 青红剑爵的诱惑多大 哪怕不用拜师 都可学着六界至高剑法 苏苏苏有所思 台上苍九民和泽端 已经站在一处 泽端行礼 苍九民没什么反应 底下人对他的目中无人 司空见惯 倒也没什么人智慧 但泽端剑招到数十招时 苍九民的剑只防御 并没有与他卫招 九民师叔还是那个规矩 先让泽端 诶 往往每次考核 他都会让弟子五十招 今日却让了泽端八十招 苍九民的剑如其人 向来幽冷 角度刁钻 外加简单粗暴 草草结束对战 今日他的剑招却空灵华丽 剑身隐隐带着仙剑 轻盈之意 白色灵气如流意 几乎惊艳了所有人 九民师叔 女弟子看着台上的男子 磕磕巴巴开口 脸蛋红了红 他怎么从来没发现 不尽人情的可怕大魔王 苍九民这么好看的 苏苏一时也被那彭陀剑一惊到 他隐隐有些明白 为何明明衡扬的剑诀 已是不弱 爹爹却执意希望他来蓬莱学艺 没多久 苍九民的剑只在泽端胸口 泽端有些不甘 失意地认了书 也没看苏苏和一众弟子 回自己仙殿去了 苏苏眼珠子一转 突然有了个主意 赢了苍九民 就一定可以学全部的青红剑诀 没错吧 苍九民没走多远 耳边风声微动 脚下落叶被吹起树部 他微微眯眼没有回头 一个人影从空中直剑刺来 他的仙剑没有出鞘 剑鞘对上来人的剑 匪衣少女被击退树部 足间点在杏林上 握着剑再次对他劈砍而来 第二百九十六集 彼时他袭的术法良多 却一直没有袭剑 耳濡目染的剑法 毫无张法 只有一股横冲直撞的勇气 李苏苏 苍九民嘴角一抽 你胡闹什么 少女眼睛亮晶晶的 我听他们说 赢了你 荣葵仙尊便会传授青红剑诀 看招 他知道 凭你 你尽管试试 这句本也是实话 他年长苏苏不少 作为修为强大的东义主之子 荣葵唯一的亲传弟子 苍九民的修为深不可测 偏这句话惹恼了苏苏 他性子倔 本来打算与他未见招 虽然不可能赢 大不了之后再继续 可是苍九民一出口 让小凤凰气得唯语都要炸开 瞧不起谁呢 他当即见也不识 干脆与他斗法 苏苏本就是天灵根 真火在他手中明艳 一时蓬莱岛这片领域温度都高了不少 真火一路蔓延到苍九民脚边 他抬手 风随止动 真火尽数熄灭 苏苏心道 完蛋 这也打不过啊 忽而记上心头 他说 看招 朝苍九民扔了一颗明珠过去 他吸取上回痒痒粉教训 不再斩碎 侧身躲开 苏苏扒了乾坤袋 继续扔 油纸伞 糖葫芦 零食 苍九民黑着脸 直到他扔出一颗丹丸 丹丸炸开 白雾弥散 画出无数奶胸的钢牙兔子 朝他咬来 也不知道 李苏苏这是什么逃命武器 苍九民在迷雾中 竟一时什么都看不见 他知道李苏苏古灵精怪 不敢真捏碎这些幻化出来的东西 只得冷冷站在原地 他是心神 这些废物咬他几口 跟挠痒痒差不多 才这样想 有人穿破迷雾 抬手朝他打来 虽短暂不能失误 苍九民听觉却很敏锐 他有心想结束这场荒唐的比试 便装作不知 直到他到了近前 方才动手 苍九民隔住苏苏手腕 他足下故意一空 虚晃一招 仿佛下一刻就会摔倒在地 一只苍白冰冷的手 突然拉住他 他愣了愣 其实这只是一个让人轻敌的招数 但是既然苍九民上了当 不如将计就计 苏苏朝他扑过去 把他狠狠按在地上的同时 手中幽兰定身符 啪地贴在他额上 哼 你输了 他摁住苍九民肩膀 拿起一旁他的剑 剑翘笔在他脖子上 道 九民师兄 服不服说 迷雾散去 周围钢牙兔子 早就化作泡影 蓬莱万年不变的枯燥景色 在他眼前呈现 少女跨坐在他腰上 不乏得意地催促他认输 他身体僵硬 滚下去 苏苏笑隐隐道 快着说 你中了定身符 反正动不了了 不认说 今天这事没完 不知是不是这种卑鄙的犯法 让他气狠了 他眼尾运出浅浅的红韵 沉默着 一言不发 他难免着急 推了推他 喂 容回仙尊又没说 要用什么办法打败你 你自己在洗剑池说的 并不厌诈 身下动不了的人 手指微拳了拳 含糊道 嗯 苏苏苏莫名觉得眼前这一幕十分眼熟 脑海里一些灵星片段闪过 人间月下 狐妖 阴雾桀骜傲的少年 眼魔吓了一跳 连忙再次施法 他看着光芒 越来越淡的琉璃珠 糟糕 支撑不了多久了 好奇怪 眼魔看向琉璃珠 微苏苏心里 似乎有种什么东西 在抗拒这一切情感 苏苏皱了皱眉 甩甩头 那些画面淡去 是他想多了 他从未去过人间 怎么会有人间的记忆呢 弟子考核结束 容葵先尊不在 苍九民默认他赢了 这几日便教导他基本剑法 他并不知晓 苍九民早已参透青红剑绝 便是由他来教他 也是可以的 无需苍九民吩咐 每日清晨 他乖乖去喜剑持喜剑 一直到黄昏 再由苍九民传他剑绝 他对他自己严苛 到了苏苏这里 也毫不例外 他见招倘若错了 会被他无情地击打手腕 苏苏咬咬牙都忍了下来 第二百九十七集 到时有一日 苍九民不经意看见 他忍痛的模样 微微蹭眉 晚间苏苏房里又多了些清果 这果子甜脆可口 吃下以后灵台通明 是衡阳宗没有的东西 苏苏忍不住拉过店内小仙子 问他 诶 这果子哪里摘的 小仙子摇头 惊讶道 我也不知 他知晓 蓬莱有珍贵的清果 但是清果长在哪里 小仙子这种出生 便在蓬莱的人 从未听说过 小仙子告退 苏苏盯着清果 看了许久 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日 苏苏去仙殿 却没有寻到苍九民 他殿内仙官说 东义主带着采霜 来了蓬莱 苍九民和东义主说话 苏苏垂眸 捏住掌心的果子 应了一声 那就再等几日 等苍九民有空 可这一等 苏苏却等来了别的消息 蓬莱最近都在传 苍九民要与采霜 结尾道旅了 采霜先前被丁寻 骗了身子的事 大半个蓬莱都知晓 只不过修真之人 在意始终如一的道心 并不在意 所谓女子的真结问题 修真结不在意 从凡女变作修士的采霜 却在意 听闻她回蓬莱仙境以后 寻死了好几次 幸得东义主拦了下来 采霜七七哀哀表明 是丁寻逼她 她心里只有一胸 东义主亲自做主 让苍九民娶她 苏苏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闷闷的 她走出去 恰好遇见采霜 采霜脸色有几分辣黄 不负之前红润白皙 想来 幽冰潭的寒气 到底对她造成了影响 采霜明明已经是修士 却还和凡人女子一样 含羞待怯 在绣嫁福 苏苏瞥了眼 她手中艳红的嫁衣 抿了抿唇 采霜自然也一眼看见了她 她神色天真欢喜 仿佛完全不记得 先前的举语式 过来握住苏苏的手道 李仙子 你是来找九民哥哥的吗 她不在 苏苏抽出手 知道了 她不喜欢采霜 便不想与她讲话 采霜眼见她不按套路 接话要走 连忙说 你不问问 九民哥哥去了哪里吗 苏苏回头 笑盈盈看她摇头说 不问 你千万别说 采霜的脸色黑了黑 当作没听见她的话 她却凡间了 为我去寻交人类 我们凡间 但凡结婚 都有片里的规矩 九十九没交人类 可青春永住 身体安康 苏苏说 和你讲话真困难 这样吧 你还要讲什么 赶紧讲完 采霜楚楚可怜 责备式地看她一眼 苏苏偏了偏头 突然道 你害怕我 采霜脸色一僵 苏苏辽然一笑 你怕我什么 再像上次那般 把你踹进游冰坛 还是怕 你九民哥哥喜欢我 采霜嘴唇抖了抖 你别胡说 她若真喜欢你 便不会答应 东义主娶我 原来没猜错 是怕后者啊 苏苏摸摸下巴 学着衡阳宗一个师姐 腰枝款款 一副坏女人的妖娆模样 她走进采霜 采霜下得后退一步 你要做什么 苏苏说 要告诉你 没有实力 少去恶心人 否则 你会像这样 她松手 一块玉石 在她手中化作积粉 采霜还没从精益中 回过神 苏苏已经走远了 走出老远 苏苏嘴角的笑意消失 踢着石镜上的小碎石 灵台微暖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无情道 悄无声息运转 她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不高兴 难道是采霜 故意恶心了她 是不是报复回来就好了 蓬莱的杏花 永不哭求 入了夜 苏苏打开竹篓 一群蛤蟆 成群结队排好 去吓唬吓唬她 第二百九十八集 蛤蟆们一个比一个猙獰 接了任务 便跳入采霜殿中 不多时 里面传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声 透过窗户 苏苏看见采霜 疯了似的大跑大叫 比地上的蛤蟆 吓人得多 丝毫没有白日里那种可怜姿态 总算身心舒畅 她拍拍手准备离开 一道人影冷冷看着她 苍九民 来人动手 那群幻化出来的蛤蟆 转瞬成了灰烬 她说 你也有资格动她 苏苏愣了愣 才要讲话 她却骤然出手 苏苏被三面飞舞的旗帜困住 它们飞速旋转 幽蓝的光 紧固着她 苏苏神魂一通 跌倒在地 主命魂的旗帜 开始吸她魂魄 苏苏透过三面旗帜 看见苍九民 一双冷然戴着杀意的眼 她到底年幼 想逃出去 却毫无还手之力 直到眉心白色光芒一闪 三面旗帜破碎 她吐出一口血来 昏了过去 昏过去最后的场景 她仿佛听见了 遥光的声音 苏苏 苍九民模样的人走远 容貌渐渐发生改变 成了冬一竹的样子 冬一竹脸色难看 请留下东西护她 眼魔看着眼前的琉璃珠 出现裂痕 如丧烤笔 幻眼珠没了力量 美梦无法维持 梦境开始自动修补 她是天煞孤星的命 魔君醒来 不会杀了我吧 另一边 苍九民身上树道伤口 人间熙熙丽丽 下着一场雨 她闭着眼 身边九十九颗骄人类 磕磕如猪玉 回蓬来的路上 她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 可是便寻一圈 小仙子告诉她 李仙子前几日出去 一直没有回来 她眸中笑意淡了心 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东一竹看着一大盒 流光溢彩的娇人类 拿起一颗刀 你竟真的寻来了 可惜 小丫头已经离开了蓬来 苍九民脸色沉下来 你不是答应过我 是 我答应过你 若你寻来已灭绝的 骄人一族九十九枚骄人类 我送彩霜回凡间 让她当回凡人 不再管她 她把骄人类扔进去 并去衡阳 为你求取取玄玄子之女 可惜 敏儿 她不信任你 以为你要取彩霜 已经和瑶光回衡阳了 苍九民嗤笑一声 脸上细碎的伤口 让她看上去苍白冰冷 你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她不信便不信 我自己去说 说吧 她就要遇见去衡阳宗 站住 身后东一竹怒然开口 逆子 你忘记你百岁之时 族中为你预测的命格吗 情节不度 身作飞灰 为父送你来 彭来 便是希望你躲过这一劫 谁知你做了什么 东一竹扔出一块玉 玉念生出心魔 现在的你 连魔器都无法驱逐 他会害死你 苍九民看着那块玉石 便知道东一竹知道了一切 他捡起隐藏魔器的玉 黑俊俊的眼 看向东一竹 活着如何 化作飞灰又如何 从此刻 你就当我死了吧 说完 苍九民一道心力打出去 堪堪落在店外偷听的人身上 彩霜一口血吐出来 东一竹给他肚的力量 全数在这一击中消散了 他容颜开始苍老 彩霜觉察生命力在流逝 义父救我 救救我 昔日疼爱他的东一竹 神色十分失望 彩霜 你不该如此 自以为是 和丁寻纠缠不清 还越来越歹毒 从小让你和九民培养感情 你却没法在他生出心魔 遇见情节之前 在他心里 占据一席之地 但凡有一点办法 可以救苍九民 他也不至于亲自造孽 去杀衡阳宗那个女娃娃 东一竹叹了口气 挥了挥手 保住彩霜的命 把她送回了凡间 彩霜该去的地方 但愿你接受得了 从仙子到垂垂 牢已凡人的落差 第二百九十九集 瑶光焦急地问 苏苏怎么样了 瞿玄子摇摇头 脸色凝重 瑶光眼泪都快出来了 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师妹 瞿玄子拍拍他的肩膀 不是你的错 伤苏苏的人不容小觑 纵然是瞿玄子 也不敢保证 自己的修为比对方高 那人铁了心要杀苏苏 苏苏苏活下来 已是万幸 横阳宗用回数的法诀 重现了苏苏身上发生的事 遥光气愿的 苍九民 他为什么这样做 三魂旗 不是苍九民 瞿玄子看着景象 心中已经知道是谁 即便不是苍九民 也是东树的大能 掌门 有人来禀报 蓬莱弟子苍九民 求见玉玲仙子 床上的人 睫毛颤了颤 瞿玄子心中一叹 扶起苏苏 如何 你想见他吗 苏苏睁开眼 嘴唇苍白 他摇摇头 让他回去吧 我现在 谁也不想见 瞿玄子道 好 常泽的雪 纷纷扬扬 苏苏偶尔沉睡 偶尔清醒 今早醒来 灵鸟跳跃在他窗前 遥光过来看他 遥光神色犹豫 欲言又止 怎么了 苏苏问 遥光 没什么 师姐 你藏不住话就说 遥光闪闪一笑 吞吞吐吐吐道 你命魂有损 若不修复命魂 受数有影响 修为 也难以精进 苏苏不意外 轻轻恩了一声 没有悲观 也没有惊讶 遥光看他一眼 但是有个办法 可以救你 什么办法 就是 哎呀 就是那个 遥光脸微红 十分阴阳 和和双修 类似那个嘛 他支支吾吾 显然这种事情 比双修还要劲爆 苏苏也隐隐猜到了 过去 和欢宗的邪修 有采阴补阳之法 把女子当作炉顶财布 增加自己修为 而遥光口中的办法 显然就是 把此法反过来 为苏苏找炉顶 遥光低声道 福牙 最近一直在照顾你 掌门的意思 也是希望 你好起来最重要 他还没说话 苏苏便摇头 我不同意 遥光张了张嘴 叹口气 窗外的雪 惊飞凌鸟 还有件事 遥光没告诉苏苏 掀门下 蓬莱那个弟子 一直没有走 衡阳人人都知道 他们东树伤了苏苏 日日变着法子整他 他到处是伤 不还手 也不离开 看起来怪可怜的 山门前 少年的青衣染了血 背着一柄仙剑 从衡阳仙山下来的弟子 窃窃私语 他还在这里 不知道大家都很讨厌他吗 执法师兄怎么了 还不扔他出门 另一个道 把他赶走了 没多久 他又会出现在这里 还妄图想见玉玲仙子 他难道不知道 过几日 玉玲就要和福牙师兄成婚 话音刚落 之前不论如何都不还手 毫无反应的苍九民 却猛然到了那弟子身边 揪住他衣襟 你说什么 男弟子被他逼近 又片刻怯然 但想起苏苏从蓬莱回来时 伤成那样 便很难对他有好脸色 我说 玉玲和岳父牙又成婚了 你若还有自知之明 便滚回你的棚来 别脏了这块地 苍九民手指收紧 目光幽冷看着他 就在衡阳弟子如临大敌 以为他要动手的时候 他突然松开手 一言不发 转身走了 午后摇光过来 见山门口已经没人了 问身边弟子 他人呢 弟子说 清晨听说了 苏苏要成婚的消息 就离开了 大敌是死心了 摇光心里唏嘘 望向山门的方向 走了也好 等苏苏伤势安稳下来 掌门一定会向东树讨个说法 指不定衡阳和东树 会有一场恶战 苍九民身为东义主之子 和苏苏本就不可能 苏 or 小启苏苏良心里唏变得多数天都不可能